不知道在看這條影片的你訂閱了我多久呢? 或者可能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無論多久都不要緊 今天我就有幾項重要的事要宣佈給大家聽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是想跟大家說 訂閱了我的觀眾有福 也辛苦大家了 支持了我這麼久 多謝你們肯看我的影片 肯訂閱我 首先第一件事 很多澳門的觀眾都跟我反映 你搞的見面、派襟章 我又拿不到 所以之前我就答應了澳門的觀眾 當8萬訂閱的時候我就會去澳門 現在我們終於決定了 8月10抽 我將會跟Creamy和司馬18 我們三個將會過來澳門 然後我就會派發這些襟章給大家 如果你是澳門的觀眾而又支持了我很久 上次派襟章的時候你就參與不了 歡迎你來到 當然啦 數量有限 如果真的派完的話 我也可以跟大家聊天拍照 我們會在下午的5點開始 因為我只會吃大三巴 大三巴、觀音像 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會去大三巴 下午的5點去到大三巴 派發這些襟章 不知道什麼時候完結 如果沒有人來 只有三個人拿 我就派完就離開 好了 到第二件事 之前我的IG就投了一張照片 就說如果過了5千讚的話 我就會假裝女子高中生去動漫節 很快就過了5千讚 而我也都理行了我的承諾 搞了數 去假裝女子高中生去動漫節 不止去動漫節 當天我還跟新樂同去一間 shopping 九萬訂閱 我就會把我扮女子高中生 走旺角、銅鑼灣、動漫展的情況 放出來給大家看 以下就會有一點預告 我先去掉下癮 最後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以來拍片的目標 就是希望在10月1日之前 可以到達10萬訂閱 但又是10月1日生日的 想將10萬訂閱一送給阿油 也有很多觀眾會問 究竟什麼時候會有聚會、聚會、生日會之類的 我就打算在10萬訂閱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會議 而這個會議將會是1元都不收大家 是我請大家吃飯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絕對不是因為我很有錢 我見很多不同的Youtuber 或者是團體之類的東西 當他達到某個訂閱數 1萬訂閱、1萬訂閱、10萬訂閱的時候 他們會搞聚會的會議 可能都會收一個入場費 叫做200元、150元、100元 就是大家付錢後就可以去那個會議 但我自己就覺得 假設我真的會有10萬訂閱的話 其實都是觀眾的功勞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我本人請大家吃飯 而不應該收大家任何聚會費 當然我會抽一部份的觀眾出來 而不會是請了10萬人那麼多 詳情我們到了10萬訂閱才說 除了請大家吃飯之外 不少得抽獎的 我會將我一直以來拍過片的東西 例如玩具 我都會送出來給大家 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 在影片中出現過的東西都有機會送給大家 當然還有其他抽獎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是想交代 8萬、9萬、10萬訂閱 我們會做些什麼 因為很多觀眾可能都沒有看過直播 或者是剛剛進來看我的影片的人 不要緊的 誰支持我我絕對在心裡知道 誰不支持我我也知道 所以看著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坐在這裡的話 訂閱是絕對不會增長的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如果看完我的影片 或者是你覺得我的東西真的不錯 可以接受 希望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告訴你的朋友 叫他訂閱 或者是叫你家人訂閱 或者是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有Sunny這個人 很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令到10月1日之前 我們可以拿到10萬訂閱 讓我送給阿佑做生日禮物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 然後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有一個蠻好看的頻道 叫做AWU TV 訂閱他 千萬不要忘記要LIKE我Facebook Facebook和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去逢星期二、四、六出片 就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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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你請吃飯帶不帶我 行了行了 一定帶你去 放心